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7号 星期五 普京做了一个30万的动员 对吧 部分的军事动员 然后当时还要讲了话 他说核威胁这东西不是说着玩的 不是勋章声势 然后当时我就说 我说就说 作为拜登来讲 如果还有一点聪明的话 还能有一点智商的话 就应该思考一下 你到底怎么想让普京投降 你打算在俄罗斯本土扔多少颗原子弹 你想让普京投降 对不对 那当然小话 这个不满意 跟我说说 你不懂军事 他不敢扔核武器 俄罗斯完蛋了 拜登根本不动考虑这个事 现在来看来 后来的舒尔茨当真了 对不对 默克尔也当真了 今天拜登也终于当真了 昨天 美国总统拜登 10月6号昨天警告 对于全世界 警告全世界 核末日近在眼前 他说目前核末日发生的危险 就是说核武器造成末日 发生的危险 是自1962年古巴危机以来最高的情况 拜登说他自己非常的了解普京 他说当普京谈到使用核武器的时候 并不是在开玩笑 拜登表示 即使只使用低当量的战术核武 也会让局势迅速失控 最终导致全球毁灭 就有可能就是说 他使用了低当量的 然后这边做出反应 然后大家互相一点点的加码 最后导致了 就是说一个全球性的毁灭 不管怎么着 说实话 拜登能把这几句话说出来 我甚感欣慰 也就是说 终于我们也有了一个跟我一样 不懂军事的美国总统 好我给人太高兴了 要都跟傻逼一样 那么懂军事 那就坏了 我们到最后 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这还不错 然后默克尔 德国全总领默克尔 10月6号也在昨天 他接受采访 他说 只有在俄罗斯的参与之下 欧洲才能实现持久和平 这话说的 上次默克尔就已经说了 上次科尔的纪念活动 他就说 他就说 如果是科尔的话 就会干什么 就是说 当然也要支持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但是也会考虑 就战争结束之后 怎么能够重新 跟俄罗斯建立关系 其实默克尔这次 还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战争结束了之后 也必须要跟俄罗斯建立关系 只有在俄罗斯参与之下 欧洲才能和平 才能持久和平 没有俄罗斯的 欧洲和平不了 默克尔说 冷战还在持续 直到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 实现持久和平的时候 冷战才会结束 所以说 你必须要跟俄罗斯 尝试的去搞好关系 这样下去的话 就永远 永远没有一个尽头 默克尔他出生在东德 他会说俄罗斯语 你知道吗 所以 而且他对俄罗斯的了解 不是一般的政客 能够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 他在这方面的时候 还可以 我觉得前苏联 就是搞共产主义 最后搞得很糟糕 但是初衷 我认为是好的 包括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初衷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包括老毛 老毛到最后临死了 他也是 他不希望出现阶级 他是希望这东西能成功 让大家活的都差不多 但是当然造成了很大的 这种灾难性的困扰 你只能说他蠢 你也不能说他就特别的坏 他其实初衷来讲 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大 就是说 不管是前苏联 还是中国 初衷都是好的 他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愿望 当然最后的结果 非常的凄惨和悲凉 但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的 他想象的就特别的邪恶 就认为 他刚开始就这么想 就要干这个坏事 其实不是 他是由于愚蠢导致的 然后默克尔称 他说在乌克兰 发生的战争 只是一个转折点 他说人们应该非常认真的 看待普京 普京说的话 他说我们都被强烈的建议 应该认真看待普京的话 而不是把它归类为虚张声势 我看了之后 我心里输了一口气 我以为只有我 就是说意识到了威胁 现在看来还不错 几个大国的总统 或者总统 总理 或者前总理 前总统 川普这两天出来 也是这个意思 也觉得这个恐怕 不是闹着玩的 对吧 也认为这样下去搞不好 要毁灭地球了 你看美国的前总统 美国的现任总统 德国的前总理 现任总理 跟我我们他来观念的 都差不太多 我甚感欣慰 我觉得他们还可以 能跟我想的差不多 但是我不知道拜登和默克尔 后面打算做什么 但是默克尔最近非常活跃 默克尔本来卸任了之后 其实尽量的 就是说保持低调 但是最近看来 这个形势实在是太紧迫了 所以默克尔现在又出来了 保持 就是说在传递 他的一种政治理念 那拜登我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我不知道是由于 其他人的施压还是怎么样 拜登但是终于 也出来说了大实话 我觉得这是好处 这是很好的 这是一个好事 如果他们都能意识到 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不会 最早就清醒过来了 要不然就是说 之前新加坡副总理说的 说简直叫梦游式的 进入一场 第三次世界大战 梦游式的进入一场 核战争了 对不对 我觉得最早大家都清醒过来 都看到这一点 就比较好 等我们都清醒过来了 我们都看到这一点 我们就有可能怎么办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像某些网友说的 是不是 他总是觉得他不可能 他需要说事 你不懂 你不懂 这个军事 你这种想法的话 你就临着脑袋上 挨原子弹就不远了 你知道吗 你有这种想法 你在哪块都不好说 你知道吗 好吧 那真心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